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男嘉宾小谢 23岁来自湖北是一名学生 女嘉宾小许 22岁来自广州是一名学生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这小片里听着就特心酸 追了三年哪 对 我从一开始遇到他 然后就开始喜欢他 一直告白 他都一直拒绝我 第一次是在什么时候见到他 什么情境下就喜欢上他的 因为之前一直爱听朋友说 说有这么一个人 然后他特别喜欢一个女孩子 喜欢了很多年 然后我就想这么专一的男孩子 要是我男朋友多好 然后后来开始见面之后 就觉得他人挺好的 就开始慢慢喜欢他 你听我说 有一个男生就喜欢一个女生 喜欢了很多年 然后你就喜欢上这个男生了 对 我的天哪 因为一开始慢慢地认识之后 觉得这人真的还不错 而且他那么专一 对对对对 专一那女人呢 就是我以前就很喜欢一个女孩子 就也是学生时代嘛 然后就一直喜欢到了大学 也是一直就是在追她 然后当时我和她认识 她就一直帮我出主意 就跟资狼团一样的 就是开始大家就是朋友之间 后来慢慢地慢慢地 我就发现 她也跟我就是告白了嘛 然后我就感觉 有点乱等等啊 让我理理思路 你在中学的时候就喜欢一个女生 对 然后就读大学了 是吧 对 你跟她是大学同学吗 你们俩 不是 我们是通过朋友关系 然后认识的 不在一个学校 对 那你喜欢那个女生呢 她在陕西 跟你在一起读书吗 没有 我们高考的时候 我们都是去了各个的省份 然后后来我就 心中就一直就放不下嘛 还是一直喜欢 那个在陕西的女生嘛 后来我就遇到了她 然后她也知道我的故事嘛 就一直帮我说 你该怎么追这个女生啊 等于她帮你追这个女生 对 后来我一直很喜欢女生 最后也没追到嘛 我后来感觉她更适合我了 后来就跟她在一起了 我们谈了小半年 来 姑娘你告诉我 你是她的智囊是吗 对 因为我觉得 如果那个女孩不喜欢她 或者说她不够懂那女孩的话 她会特别难过 那你帮了她多久呢 作为智囊 从认识她 然后就追她开始 我知道她喜欢那女孩 但是我后来觉得 我追了两年 她一直都没有答应我的告白 我就觉得当朋友就挺好的 可以一直陪在她身边 然后我就 你跟她告白过几回 不下五回吧 分别告白的方式是什么 就第一次 我是在她宿舍楼下摆爱心 也打电话给她 她一直没有下来 你就看见蜡烛灭掉 对 我一直在楼下等 这心是碎了的 特别心寒那时候 第二次呢 但是我觉得 更努力就可以了 然后第二次给她写情书 我让朋友帮我转交给她 我不知道她到底看了没看 反而没有给我回信 第三次是跟朋友 一起吃饭的时候 因为朋友知道我喜欢她 然后约她一起出来 吃饭的氛围是挺好 但是我跟她告白的时候 她脸一下就冷了 你是怎么说的 我喜欢你 跟我在一起呗 小蝎 你当时 我就不知道自己说什么 然后我就很尴尬 我就感觉我也不能答应她 我也不能那个 我就走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选择 反正 这就算第三回了 第四回呢 那天她生日 她约了她的朋友 然后那天我也厚着脸皮去了 然后 没请你 没有 行了 去了 然后呢 大家玩真心话当冒险 刚好那个惩罚就是 她叫亲旁边的那一女生 然后我在她旁边 她看了我一眼 然后就没说话 然后就说 我一谎话大闺女 这样不大好 她说的 对 然后愣了一下 我就跑过去抱着她了 我说你考虑一下我呗 我喜欢你那么久 然后她一把推开我就走了 我的心呢 还有吗 有点想不起来 反正我真的 你次见到她 没事我就跟她说 我喜欢你 行 我觉得差不多了 够心碎的 然后你看不行了 你就说 那与其这样 我就帮你追那女孩 是这意思吗 对 就在这两年里 你还在追那个女孩是吗 对 你靠什么追呢 其实我以前 我是很胖的 然后我就想特别努力 然后我就学习 兼职 然后包括减肥 也是想塑造自己 给她一个更优秀 和更加好的自己 其实我追那女生 也追得挺痛苦的 我就后来就想问她 我就说 怎么才能把那个女生 给追到 然后就这样 然后就从追她变成了 帮她追那个人 你们俩够拧的了 什么时候 你们俩在什么样的机缘下 就成为了男女朋友呢 就有一次她 在陕西打电话给我 然后当时我还在想 她肯定是去找她 然后她说她特别伤心 能不能去陪她 我也没问她什么事 我就撂下电话 我就买了机票飞过去了 后来我都感觉 其实她追了我这么久 其实就好像感觉 就是有缘的人 那就再去吧 但我觉得她这次 完全就很冲动 不不 她表白的时候 你当时觉得冲动了吗 我是很开心 但我觉得她肯定是 被那个女生伤心 伤心透了 才会跟我表白 我觉得 肯定是她在 就气头上 我就觉得那女孩 那么伤她心 所以她跟我在一起 所以我拒绝她了 其实 当时就拒绝了 对 这个女演呦 确实在有重大的 我拒绝了